那么上面这部分呢 是我们给大家说 我们将构项目的一个基本创建 那么我们下面要给大家说呢 就是我们将构这个三个模块 我们要分开给大家介绍 首先我们要给大家说的是这个 M也就是模型 那么在说它之前呢 我们首先要给大家再说一个框架的名词 叫做ORM框架 那么它是三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 我们就在这里面 再给大家画一个图 说明他们之间什么作用 那么这里面 这里面是叫做ORM的框架 那么这个O呢 它呢就是这个英文单词 object 那么在这里面就是对象类的意思 对象还有类的意思 那么然后R呢 它呢就是这个英文单词 它代表是这个relations relations relations 它呢就是这个关系 关系啊 也就是说关系数据库中的表 比如说我们讲 说的这个Muncycle里面这个表啊 就是关系数据库中的表 好 那么在这一部分啊 然后呢 再往下呢 我们这里面还有个M 这个M呢 它就是Maping Maping Maping啊 它翻译中文呢 叫做印试啊 印试 好 那么这三个单词呢 我们说它呢 就是 这三个单词的首字母 它的缩写呢 就是RM 那么然后呢 我们给大家说 它到底有什么用啊 O呢 叫做object对象和类的意思 那你比如说 我这里面呢 有一个类 我们这里面新建 假如说我们Path里面有个类 这个类呢 是一个图书类 比如说 我叫图书类啊 这个图书类 它里面呢 我们定义这么多东西啊 我就比如说 我就在这里面定一个图书类啊 图书类 然后呢 我这里面来几个东西 class啊 然后呢 写上一个book音访 然后 那么 图书呢 它有一个图书的名字 我就定一个btitle啊 btitle 它叫做图书 名称 然后呢 图书 它还有一个出版日期 我就写上一个bpab bt 它呢 就是图书的出版日期 好 这边呢 是一个类啊 然后呢 我们 R呢 代表关系数据库中的表 那么 然后呢 我们就在我们的数据库里面呢 它还有一个图书的表 这个叫做图书 表 那么图书表里面呢 它有什么 它有这么几个字段啊 它有这么几个字段 好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啊 来看到 然后我们就简单在这里面 去 写一下啊 那比如说这里面图书表里面 首先它有一个主件 叫做 id 然后呢 它也有一个字段 叫做btitle 就代表这个这一列呢 存放的是图书的 名字 好 然后再往下呢 它还有一个图书的出版日期 叫bpab data啊 这一列 保存图书的出版日期 好 那么 这边有个类 这边有一个表 那么这个maping呢 代表映射啊 映射的目的是干嘛 那就是 把你这个类 跟你这个表呢 对应起来 它就会啊 让我们这个啊 让你的这个图书的名称 btitle呢 跟这个图书的表呢 跟它 对应起来 然后呢 让你这个出版日期呢 跟这一列呢 bpab data呢 把它对应起来 好 就是maping的目的啊 就是建立 它俩这些的一个 对应的关系啊 好 那么有了这个 对应关系之后 我们能干嘛呢 我们之前 你去操作这个数据库 对吧 你是不是要自己 连接数据库 写策口一句 对吧 有了这个对应关系之后啊 我们就 它呢 就把你的类 给你的表 去对应起来 你只需要通过 操作这个类 就可以呢 操作它对应的 表啊 那么有了它之后 我们就不需要 再去写这个 色谓语句了啊 通过啊 通过 类啊 通过类和对象啊 通过类和 对象 那么 操作对应的数据表啊 对应的 数据表 那么 你就不需要 再去写这个 色谓语句了啊 不需要 写色谓 语句啊 色谓语句 OK 那么 这里面就是我们这个 ORM 框架的一个作用啊 就建立 类和表之间的一个对应关系 那么 通过 类和对象 去进行操作 它对应的表 不需要呢 再写这些 色谓语句啊 那么 在我们 将农里面呢 它已经内置了 这个ORM 框架啊 ORM 框架 那么 我们在将农 开发的时候呢 我们说 我们有一个文件 叫做model 叫做model啊 在这个model里面 我们是是说 在这里面呢 要写和数据库相关内容 那么我们到底在它里面写什么啊 我们就在在它里面去写的内容 就是在它里面是设计啊 设计和表对应的类啊 就在它里面 就在它里面主要就是设计和表对应的类 这个类呢 我们把它叫做模型类啊 我们把它叫模型类啊 OK啊 这是这个model 好 我们这里面呢 就给大家说了一下 这个ORM框架 它的一个作用啊 它的一个作用 好 将农本身啊 内置了这个ORM框架 它呢 将类和数据表呢 对应起来 你只需要通过类和对象 就可以对数据表呢 进行操作 那我在我们建筑里面呢 你主要的作用呢 就是在models文件夹里面 文件里面呢 去设计这个模型类啊 设计这个模型类 那么它呢 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啊 就是你把类设计好之后呢 这个表 对应的表呢 也不需要你创建了啊 它就可以根据你设计的这个类 帮你自动的生成数据库里面的表啊 这是ORM啊